嗨 再见 再见 短时间之内我们不会回来 所以拍下你们留恋一下 昨天幸好遇到了医院的主任 所以在五点之前 让我们加急的做了第二次核酸 才能够在今天如愿的踏上归城 影片中这里是徐家会 是我生活了13年的地方 我在这里游走散步 对面是建国宾馆 旁边是白脑会 这里真的有很多难舍的回忆 也有很多的笑话 因为我总是傻傻分不清楚 徐家会再见 再见 我们即将前往的下一个地方 那就是上海虹桥火车站 我们要去搭乘高铁前往厦门 走吧 一路上有着这位第一次师傅 分享李立群老爷子的故事 他真的很喜欢他哦 当然我们也是很感谢这段日子 有这一位台湾的老爷子 分享了他的经历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要再用一直行的班机呢 多班都被取消了 所以呢我们选择了高铁到厦门 然后再转飞机到台湾 这真的是一条很辛苦的路 但是为了上海的防疫 我们需要尽一点点力量 所以呢我们要加油哦 上海虹桥火车站就在前面 你们看到了吗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的记录你们 我想要把你们放在我的回忆当中 以前我出差常来的地方 但是都没有这样子的记录过你们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我们开始要过安检 上海的安检真的是很厉害的 还有防疫 真的是做得滴水不漏 虹桥火车站里面也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多的人 其实呢上海火车站真的现在人很少 可能因为疫情 真正要返家的人也大概都走完了 剩下的只有安全哦 据说实话 真的比我平常出差的时候还要少的人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网络上面会说 虹桥机场像春运一样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实际操牌 朋友们说虹桥火车站人满为患 所以要提早个三个小时到会比较安全 结果呢我们更紧张提早了四个小时 来到这里才发现没有什么人 你们这是为我安排的回忆吗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